把强弦录在腰包前面 然后他肯定会往回走 恐吓描准法 白礼首约 虽然四无尽让他再火了一把 但每次排位 大家看到队友选的时候 心中总还是会不尽冒出那句老话 有白礼输一半 有些呢就甚至直接翻掉 主要呢是因为如果团阵的时候 他要是打不中 那就毫无存在感 就算打中了 时常有实力的同心 哎呀 差四血 我去又差一点点 如果白礼打不中 他就会被队友喷 如果他被队友喷 心态一崩那就更打不中 恶性循环 今天的老年我就要用白礼上分 老实说啊 刚才我自己练习的时候 打了几把八把MV器伤害 全在30%以上 秘诀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看你信不信了 永远别瞄准英雄 听起来很奇怪 但玩的话大家肯定都能理解 因为英雄会动的嘛 对不对 又不是训练营里的人偶 我去 打到了 他没打死 本来还想秀一下 三枪哪里血的呢 不管白礼强不强 但他一级 绝对是谁都不虚 对 就是CD鞋 出了这种鞋 我的立场就很明确了 没有凭A可言 自信 这种就需要绝对的自信 正好这把是达曼吞吞的加罗 在我眼里就是个火把子 喂 你们怎么会陷了 怎么变成马可了 没事 相信有很多小板 跟我一样的 动的才打得准 劲的反而没那么准呢 刚才说了一把不瞄英雄 我们瞄的呢 永远是他左右 一到两个身位的距离 然后用枪线去恐吓他 判断他走位 看我操作 Nope 刚才是让他感受一下 子弹擦身而过的刺激感 我是说 看这一枪 Nope 喂 你会一度了不起是不是 有本事再接着来 我一个大仇 看到没 我前面之所以空枪 只是为了让他觉得我害 然后他就会膨胀 想过来单杀我 那其实都是我伪装的 帮中路把塔推了后 优势不就来了吗 敢打我队友 看 千万别瞄他 毕竟瞄半天 有时候脸黑的话 照样打不到 无需隐藏 就是用枪线逼别人走位 这个 很明显 蓝绫王就是被我封住了位置 反正不是打他前身位 就是打他后身位 亲测绝对比你瞄半天要准 我去 差点被这暴军打死 是你打我是吧 秉持着不指望皮A的自信 我就不出戏血了 开始出无尽吧 我也出四个试试 反正现在优势挺大 感觉是稳了的 哎呀 又没打死 呦吼 蓝绫王自暴自弃想偷塔了吗 已经 不抓射手吗 我去 你还真敢跟我打 我的经济你能比吗 不出戏血呢 还是有点累的 不过应该就快结束了 先把加罗解决了 呦吼 都吓得闪现了吗 这把也没个正经打野 好歹把龙拿了呀 小老店 你怎么说 在这个闪现之后 我突然明白 我将要面对六杀必死的挑战了 逃 肯定是逃不过 但拿个人头招神 还是不错的 直接回身躯 哎 没吸血就是烦 喂 我死了一会儿 怎么中塔都要没了 这把应该不至于被翻盘吧 既然都已经做到了一三把无尽 OK 主宰拿了 应该可以一波了 等等我 啊 哎呀呀 不过青冰你应该是可以的吧 哎 看看这历史平日 再看看这输出 这都能输啊 你感谢 心态有点爆炸呀 就知道每一分段的竞技局 它都不好打呀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玩的英雄 或者上分套路不好 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的人 我选的点赞比较高的一些 去挑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